有孩儿的父母们啊 你家娃开学了吗 这天天在家待着 是不是光上网课和玩iPad打游戏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家大宝贝最近啊 老是歪头看东西 或者经常使劲揉眼睛啊 你可得小心了 这可能是孩子近视的征兆 你现在就问问你家孩子啊 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对面那楼上字写的是什么 很多孩子可能平时不太会表达啊 结果一个暑假下来眼睛废了 为啥现在市面上那么多 提升视力的医疗机构呢 因为有数据显示啊 目前中国青少年近视发明率 高达97% 所以呢 以前我小时候啊 班里就一两个小四眼 现在你再看啊 我儿子他们班一半都是 有家人就说了啊 那怎么预防那孩子近视呢 其实你家孩子 要是每天用完眼之后啊 能闭上眼睛待会儿 那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 很多这个眼睛护理 和视力修复的机构 会跟你说什么呢 说我家呀祖传秘方 你在我这玩个疗程 我能让你家孩子多看视力表一行 其实我就是那玩扯 你家孩子要真的近视了啊 最好还是去那些大的眼科医院去治疗 而不是找一小地方贴膏药 毕竟啊 你闭上眼睛待十分钟猛的一睁眼 也能多看一行视力表 对吧 所以呢 近视根本的原因啊 是眼轴变长导致的 而且呢 这个还是不可逆的 最好的办法啊 不是治疗而是预防和养护 那话说回来了啊 刚才我说过啊 最简单的保护视力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孩子呀 没事就闭眼睛待那么十分钟 可有孩子的家长啊 你肯定能体会 让孩子啥都不干 在那干闭脸待着啊 往往才是最难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正好啊 快到六一二通节了 送孩子一眼不按摩器吧 当然这个呀 你家娃眼前一片漆黑 他睁开两眼他也看不见什么东西 这个呢有三个不同的档位按摩方式 而且呢还能听着音乐啊 放松放松 等他啊玩完这个iPad 学完这个网课 你就给他往脑袋上一估 我相信他今后啊 一定会感谢你的